大马富豪刘特佐到底在哪里 香港媒体报道指 刘特佐已经从澳门逃向中国 不过中国却驳斥这项消息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一名中国官员否认刘特佐逆藏在中国 而随着消息指 刘特佐已经离开澳门 中美洲岛国将是执法单位 锁定了下一个搜索目标 新报引述匿名消息人士报道 刘特佐是圣基茨和尼威斯联邦的公民 在当地有房产 加上有关国家和我国没有引渡条款 因此执法单位相信 刘特佐可能到当地寻求政治庇护 美国司法部去年揭露 除了大马护照 刘特佐也持有圣基茨和尼威斯联邦的护照 而加勒比海国的护照 可以通行去全球140个国家 消息称在国际刑警的通缉下 刘特佐将避开东南亚中东和中国 逃到执法宽松的加勒比海 临近的岛屿国家 MTV7综合报道